機場入境檢疫沒有停過 但大多都是看有沒有發燒 和有沒有持陰性報告 就是沒有全面裁檢 導致接連有居家檢疫 起滿之後自費裁檢 才被發現的案例 新增的案938是美國籍50多歲男性 今年1月26號來台工作 持有檢驗陰性報告 2月10號檢疫起滿自費裁檢 2月12號確診 個案在2月10號的CT值是33 2月11號在驗CT值是31 血清抗體IGN陰性代表不是近期感染 IGN陽性代表曾經感染 推斷個案是在國外感染發病 但要是他沒有自費裁檢 現在可能已經進入社區當中活動 建議政府當局針對入境的旅客 能夠在機場做一個全面性的裁檢 確定他們陰性證明之後再入關 這樣對台灣的社區防禦比較能夠達到效果 避免這些漏網之魚造成我們後續的社區感染 一致建議民眾入境在機場就應該要採檢 萬一染疫的民眾沒有症狀 檢疫起滿之後進入社區 那後果不堪設想 記者盧怡紅 王一仲 台北報導